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不睡觉啊 你晚上等我了 谁等你啊 我又不干涉你的生活 我只是上个厕所 我本来都已经睡了 这就是上厕所 你要教话啊你 怎么那么多废话 我上完厕所到这里 吹吹风不行啊 行 外面风大了 你赶紧进去吧 被照料 真实 自己不会照顾自己 今天怎么样啊 庆功宴玩得开心吗 还行 大家对这个项目 好像还挺有信心的 你和孙妮联手 还挺让人期待 我跟你说今天晚上 心还有孙妮在啊 如果她不在啊 这边一个东啊 那边一个中 我都搞不清楚什么东东啊 我肯定得罪不少 那是因为孙妮在这个行业久了 她认识的人也很多 嗯 你是不是喝了很多啊 还好啊 如果不是孙妮帮她挡酒啊 我估计我早就趴下来的 那就说明你挺受欢迎的吧 是孙妮受欢迎好不好 我去洗澡了啊 你真的睡觉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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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什么呢 哎 曼元大哥 我闺蜜问我 你说她喜欢的男人 心里却爱着别的女人 她是不是就没戏了 情感专家帮你借她一下 这感情吧 就像这个 一个巴掌 一个巴掌是不是拍不下 所以呢 你呢 现在呢 就让你闺蜜去搞清楚 这个女孩 还喜不喜欢这个男的 知道吧 如果喜欢 那就是她们两个人 相爱走天涯了 如果不喜欢呢 你那个 闺蜜 还游戏 明白了吗 这 巴掌钉 啊 嗯 小眼神 毛豆啊 周末自己在家无不无聊啊 你可以陪我玩吗 我这么大怎么陪你玩啊 你找妙人来玩吧 你有点什么鬼主意你 嗯 分明 就是想跟蕾叔叔约会 你给我闭嘴 我看毛豆说的挺对的啊 小星我真得了解 吃还堵不住你嘴 我这不是怕你儿子 自己在家无聊吗 再说了 妙妙还能教她写作业呢 好好好 我知道了 我来打电话 姐真好 喂 小萌啊 是这样的 毛豆啊 想约妙妙到家里来玩呢 哦 你晚上正好加班啊 那更好啊 对吗对吗不麻烦 好好好 一会儿见啊 好再见 搞定哦 真虚假 说小萌吗 你 你不想见妙妙 被人戳穿了 小萌 妙妙 毛豆啊 毛豆 妙妙来了啊 哎喽 哎 妙妙你来了 小萌姐 我跟你讲啊 我有新玩具了 快出快走 先把功课完成好啊 好啊 童言姐谢谢你 每次都帮我照顾妙妙 还给大家准备好吃的 哎呀哪里的话 我该谢谢你才是 这妙妙一来啊 我们家毛豆啊 特别的乖 功课完成的特别的好 小萌姐呢 那我就晚点来接妙妙 不着急 不着急啊 那去忙吧 忙吧啊 小萌姐我送你啊 啊 行啊 好 拜拜 啊 再见 啊 再见 小萌姐 你开车了吗 啊 我的车送修了 我今天大地进去 好 那我陪你走到对点站呢 行 小萌姐 你敢不敢时间啊 我知道有一家 特别好吃的甜品店 要不要一起尝尝 好吧 刚好有点时间 好 那走吧 走吧 真的好吃到不行对吧 嗯 正雷也住这小区 他没带小萌姐 上这家吃过吗 没有哎 可能是我对甜点 不是很感兴趣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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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证了 他就发微信了 我回他一下啊 今天我不知道 要加班加掉什么时候 在军也是 淼淼就先麻烦你了 谢谢啊 嗯 小萌姐 我们已经一起逛过街 喝过咖啡 吃过甜点了 应该算好朋友了吧 当然是啊 那小萌姐 我问你一个 我一直都很想问的问题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 你觉得郑蕾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郑蕾 他是一个 非常懂得疼女人的好男人 懂得疼女人的好男人 那小萌姐 你们认识这么久 就没有想过 要让他疼上一辈子吗 没有 我和他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就是好哥们 现在还是好哥们 这种感情是不会变的 当真 真的没骗我 我干嘛骗你啊 太好了 你说太好了 是不是这样一来 你就有希望了 看你紧张了 我是定了闹铃 半小时会响 小萌姐答应 只跟我喝半个小时咖啡的 我不能耽搁你工作啊 行 你啊 我不追问了 快吃吧 多吃一点 你啊 快吃 年轻人 叹什么气呀 妈 有心事啊 没什么 看来那么多您民宿 一些客人特别喜欢找我昨天叫为什么 因为我除了是叫冲浪之外 我还有别的名字 肯定心理医生 有什么事尽管说 给你的意见 是这样的 我最近不在追个女孩吗 本来我们出的都挺好的 然后最近呢 他一哥们不知道为什么 被他冯冬为的赶出来了 没地方住 然后住他家里去了 你说这也是 你别疑神疑鬼 他都说了 是他的好哥们啊 那就是好哥们嘛 而且 那普通男女朋友住在一起啊 那室友没问题 是 他们的确是分房在睡 但是 你说这孤男寡女住在一个房间里边 首先传出去是不好听 然后万一 万一之有生情怎么办 你说现在我跟他这身份 我也不好跟他去说 哎呀 你